一位走遍全球的职业旅行家 一位热衷冒险的国际处师 为了寻找这个星球上最原始的生活方式 一起结伴同行 从都市到雨林 他们一路经历怎样艰难的遭遇 敬请收看行者美食猎手系列之远离都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竟然出去嘛每次回到北京的时候 可能头几天的话都特别喜欢 可以吃火锅呀吃酸肉啊什么煎好多朋友 但是时间长的话还是有点坐不住 我觉得就是在北京过的这种生活就特别的 有点特别浮躁吧也许觉得心静不下来 然后总觉得是哇还是点继续去旅行去上路 每次上路古悦都不会孤身一人 这次也不例外 他要找一位特殊的朋友一起同行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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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不见了? 诶 就不见了忙吗? 还好吧 还行吧 那个有空吗出来聊聊 可以 胡姐您先看一下 对 我有一个旅行计划 然后这个计划就是说 你跟我我们去世界各地 去找一些民间的美食 去找一些古怪的食物 但是这个路上可能很艰苦 或者可能需要一些的探险 挺好的 挺好的 是吧 我总觉得路上 因为好多好多吃的我都错过了 是吧 在这个民间的时候 在世界各地 在民间里有好多特别有意思的吃的 所以我这次旅行的话 我就想带像一个大厨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呢 我负责这边探险 我负责这种的 我们怎么去这个地方 然后呢 像俊他来负责地挖掘当地的美食 第一站我们是要去巴布亚 他有很多的部落 然后呢 现在还是生活在这种的石器时代 而且据说呢 他们还是有时候还会吃人 这有点恐怖吃 我说搞不好 我什么都能吃 除了吃人之外 我说搞不好去那被吃了 我比较喜欢冒险 而且也去探索新的美食那样的 去这种奇迹怪怪的地方偏远一点的 我都特别喜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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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我也是认识差不多有六年的时间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旅行过 甚至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一年可能见过一两次两三次这样子 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他在路上会跟我合不合得来 对 北京美丽的500小车 昨天那个俊问我 说去印度尼西亚飞亚加达怎么走 然后我跟他说 先飞这个厦门 然后厦门转机 然后再去亚加达 然后他说这不是有直飞吗 我说是有直飞 我说我也想做直飞 但是这个便宜 是 进入来广影桥 OK 今天早上起来 这是第一步 现在马上到机场去了 哎 现在是有点累 这次旅行我们一共三个人 我 俊 然后呢孙杨 俊呢就是负责一路上的寻找美食 然后呢他一路上会做饭 然后呢孙杨他是个摄影师 然后一路上会负责记载我们的运程 我呢负责整个计划这条路线 我们现在飞机是六点 然后要转机在这儿 登机牌都没办呢 俊和孙杨想去进厦门市里边去吃沙茶面去 到起飞的时候还有三个半小时 我这心里就有点不满意 我就想为了吃口沙茶面 然后延误了整个行程怎么办 因为我们到了雅加达 然后从雅加达飞达亚普尔的机票也买了 所以当时我就特别担心 现在在机场一人看包 一坐飞机还有两个半小时 一坐南下我上次五天早上一起来就吃那些 可不错 好啊 希望他们早点快回来 我们那个一大堆的电池过完减 今天就特别着急 特别的轻点来 就特怕他们把那个电池都抠了 出发 出发 打了几碗 打了一会 打了一会 沙茶面的五夜 这什么样吃的一条 沙茶面的 我爱你 好 好 等下以为我以为我会有 吃点了还可以 吃点了还可以 还要两口吃 不许还要半个小时 你尝着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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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OK 马上就要落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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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你昨天电池的问题 今天刚刚看了一遍 那大块电池都在我这儿呢 所有电池都在我这儿拿走了 白色的 白色的 什么白色的 你没有了 yeah, it's like my bed 那反正咱们得走了 现在给你拿一下包 胡岳和郡在雅加达乘机飞到查雅普拉 再转机前往此行的重要目的地 瓦梅娜 在那座城市 两人要为这次围棋两周的雨林之旅 做必要的准备 更重要的是 事先约好的一位当地向导 正在瓦梅娜等待着他们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美食猎手系列之 远离都市 我们到了这个瓦梅娜的时候呢 我们当时也是通过朋友 找到一个当地一个向导 Jonas 这个Jonas差不多五十多岁吧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 他的手上的指尖特别的长 而且呢也特别的黑 黑了呐呐长 感觉就是 就觉得怎么这样 但是他的英语还说的能听懂 当我们进入洋梅 我们必须赔到城市 一人赔到城市 一人赔到城市 对 这个是四十万元 对 这个地方 对 这个地方 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在城市 好 基本上 我先开始 对 我说 你非常好 他在带我 对 他在带我 对 他在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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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在带我 对 对 对 现在他跟我们讲的这个价格 我说是差不多 一千到两千美元 一千 而且你还没说我这个 失厨的那些费用呢 哈哈 哈哈 嗯 去这两周多的话 不算机票的话 就得花 一点二一点三亿 反正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们能砍 就有一些地方 是不是那个价格到 是不是 还能砍吧 对 只能到那村里 到那个不是村里 到他们的部落里 对 这个是茄子 因为我们在雨林的这两周呢 它没有什么菜 所以必须得在这个小镇上买 那这个菜市场也是挺有意思的 都是周围的一些部落的人 他们自己种的菜来在这卖 有大妈大姐 然后呢有这个老头 他们分的东西都很清楚 就一个就两块 十块钱 十块钱 这边东西真不便宜 对 是蜂蜜不 对蜂蜜 这是七十五块一小匹 这么大的一匹 我想一样 不就是太贵了 每次看他买这么多菜 买这么多东西 我就想这个超重超 得花多少多少钱呢 我就想 少买点心 你还要做蜂蜜柠檬场 对啊 蜂蜜柠檬水啊 马来提蜂蜜 哈哈哈 我觉得得有三十公斤的菜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够不够十五天 咱们就尽量少吃一点的 减肥 哈哈哈 够也要够了 没办法 哈哈哈 刚刚买来的肉菜 当然要准备一顿丰盛的大餐 恰逢中国的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俊打算用现有的食材做一次肉粽 好能犒劳一下补月和自己 也能款待新认识的向导 乔纳斯和他的亲友们 你把粽子扒下去了吗 你把粽子扒下去了吗 啊 这个是食材的 我们的食材 这是纵 离中国好远好远好远的地方 给当年做纵的事 迪凯是古岳和骏进入丛林之前的最后一座小镇 要想抵达那里也必须乘坐飞机 然而这次航行却没那么顺利 然后我们从我们要飞到这个雨林里的时候 发现机票都卖完了 他们当地的航空公司也有点这个猫腻的感觉 机票总是满的 你也得通过朋友来找 然后付比这个标价要高得多 像给黄牛似的 然后通过黄牛来买这个机票 所以当时我们试着这么着买 然后这么着也没买到 怎么办呢 到了最后一段的飞机没法飞过去 而且去雨林里也没有路 你知道吗 你必须得飞过去 面对眼前的难题 古岳一时感到束手无措 然而没过多久 飞机的问题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解决了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美食猎手系列之远离都市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得知这个小镇呢 有那么一两家的这种的传教的小型的飞行公司 最早的时候他们是负责就是飞那种的四个人八个人那种小飞机到这个巴布亚的各个地方 然后负责传教的 那现在呢你也可以付他们钱 然后包机也好还是拼机也好去这种地方 他们的飞行员呢都是从欧洲来的 有从荷兰的也有瑞士的 当时我们跟一个瑞士的飞行员他叫Serge 跟他搭上话 这会是飞行的飞行员 对 反正确实 它不太舒服了 它是鲁兽建造的 Pilates Porter 哇 看到里边放东西的地方很小 不知道能不能放得下 哎呀 然后他跟当地的那个工作人员查了一下 正好是明天有三个政府的人员往那边飞 能坐那么四五个人 但是呢行李有限 算一算有多少公斤 主要是这个飞机限定的啊 好像一辆飞机只能扛八百公斤是 看着 现在觉得自己瘦点就好了 卢月 你 你是直不起来腰 Jonas把他的行李放在家里 然后呢他就是跟着我们和我们买的这些的一大口一大口的蔬菜和我们的背包一起挤在了这个就差不多能坐那么八个人的飞机里面 然后从这么长到我们就从这个完美的起飞了 我们现在终于成功了大鸡了 然后我们的导游最后没时间了 家里东西都没带 衣服也没带 做饭东西没带 然后我们的不够逛票门也没带 最后就是他身上的衣服 我们到那再说吧 巴布亚的中部它是一个山脉 有些山都4000多米高 过了这个山脉到南部全是绿色的雨林 就是一望无际的绿色雨林 突然我就觉得太兴奋了 就觉得就是在这个下面的话 就住在这个非常原始的部落 然后我们要去找他们 我们到了这个叫迪凯的一个小镇 发现哎呦我靠这边还挺现代呢 它又有摩托车又有汽车飞机场呢 还建的挺那个全是水泥的你知道吗 在一家华裔经营的生活超市 谷月和骏要一次性买购在雨林中可能会用到的所有东西 因为在我们买呢我们买了好多的蔬菜嘛 但是在这呢这是一个我们去原始部落之前最后的一站 所以我们要买好多的两周的米面食材罐头砍刀铁锹 一切这些东西就要买 买菜锅等等就要准备 我这个人呢我自己就是比较节省的人吧 不好听的就是抠能少买点就少买点东西 然后那个骏呢他是想到一个东西就买 想到这个就是买的 这个也太豪华了 还行 还可以带那个叫的 我觉得这个谷月肯定会反对 怎么反对 哎 谷月 这把水壶究竟是买是流还是要由谷月来决定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这么多的物资让谷月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他们能否顺利进入雨林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美食猎手系列之远离都市 那怎么了 烧水用 他有没有你问他 没有我问他他也不确定 他确定不了 因为他不知道是他老婆给的准备什么 所以我觉得先这个先不买 先不买等他 我知道他那个煮饭的锅没有 然后我知道他炒菜锅就一大的 我觉得大的可能 从这一框的东西就变成两框 两框就变成三框 然后每次呢开始结账的时候呢 然后俊呢又去另外一个地方 我又想咱们又需要这个又需要这个 然后我都怕了你知道吗 我就说咱们快点结账 要不然的话我这边的这个费用都感觉都不够了 在买风子 还得还会结完呢 在这边 我告诉你啊 刚才那个人对我说 他们本地人需要盐 盐 对对对买的盐 你们不抽啊 对他们不抽 他们一定要抽 他说他一定要买的盐 对对买的盐 这个也是好 嗯 就印尼的钱呢 起码花了好几百万 就和人民币的话 也得差不多好几千了 感觉对物价就是比北京的还要贵 然后我就觉得脑子都大了 你知道吗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走之前的话 我已经买了好多的设备了 买了太阳能充电器的 又有20多块电池 然后这个我头已经大了 然后再加上这种的 各种各样的食物 然后我一想 我就就是头晕 你知道吗 就辣的东西我都记不住 你知道 在一开始第二天呢 我们天亮的时候 我们都起来了 然后那时候呢 我们坐车到了一个码头 这时候呢 有一个船夫 他呢 有一个那种的木头的快艇 在等着我们 要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船里边 这船应该能带我们去 这个库尔瓦埃地区 坐这个差不多8到10个小时 where's the rest of the eggs? no, they get about this one, nothing why didn't we count? it's only six in there oh, it'd be three 本来说要最起码120个鸡蛋 现在就60个 所以我们这个领队 糊涂蛋一个 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说来这当领队 当了三十多年了 水是买了小瓶小瓶的水 我说我买桶水多 现在卖小瓶小瓶的 有点太信任他了 9个小时之后 古岳和郡将进入真正的原始雨林 开始探索不受现代文明干扰的最古老的生存方式 前面的征途究竟会怎样 他们会遇到怎样的人和事 在一切都还是未知树的时候 古岳感到有些忧心忡忡 又有些兴奋雀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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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